甲骨文 1.1899年 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出土 不但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中国书法史研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2.甲骨文内容作为伤亡史 利用硅甲兽骨进行占卜时所刻写的补词 大部分是利用尖锐的工具 在硅甲和兽骨上刻出来的 是研究商代政治经济文化最重要的资料 3.甲骨文笔画已直线居多 往往十分纤细 但都显得囚禁而富有立体感 总体上说 甲骨文还处于汉字尚未定型的阶段 但甲骨文有较高的书写技巧 而且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倾向 4.实物显示 许多甲骨文片上现用朱末书写 可谓存在毛笔的佐证 是书法艺术形成的重要前提 甲骨文具备了书法的诸多因素 如笔法 截字 章法 分割等 是早期书法的代表 甲骨文的分期与书封演进 一 对甲骨文的分期问题做系统研究的 是以董作斌的甲骨文断代研究力为早 也叫为系统 他奠定了分期研究的初步基础 他将甲骨文分为五期 第一期盘庚 小新 小乙 五丁 第二期 祖庚 祖甲 第三期 领心 康丁 第四期 无乙 文丁 第五期 地乙 地心 二 甲骨文在段代分期研究中 董事还规定了 作为依据的十项标准 即 一式系 二称谓 三真人 四坑位 五分国 六人物 七世类 八文法 九字形 十书体 董事的方法很周全 也为后世学者所遵循 商代的真人集团 是直接直私 占卜与契客的一个文化群体 不同时期的真人 可区分出不同的真人组 不同组别的甲骨文书法 也可表现出不同的书法风貌 历史两百多年的鹰商甲骨文 风格多词多彩 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既以兵祖 利祖 无名祖 为代表的大字作品 和以初祖 和祖 黄祖 为代表的小字作品 从风格的延续性上看 他们应该分属于两个世代传承的真人集团 就时代的先后 补词大体格分为 1.族补词 2.兵族补词 3.立族补词 4.初族补词 5.何族补词 6.无名祖补词 7.皇族补词 3.兵族补词所见真人有 字体以大字为代表 在时代上相当于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早期 甲国文书法经历了师祖课词的一段积累 到宾族成像初第一个高峰 字式扩大 结构均衡 心知挺健 张罚气脉贯通 在文词上也出现了几十字以上的长篇和几段 补词充实于整块古板的作品 表现出充沛而博大的气度 因此 这一时期的课词也成为甲骨书法的经典之作 书体的演进与书法的发展 1.甲骨课词就是这样把汉字 随体极区的图画 象形性化为简洁方丈的异象结构 从甲骨文时代遗留下来的墨迹 或者更早的彩桃图画遗迹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些民们很早就发明了毛笔 2.大量地用以记录语言的书写契课活动 却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甲骨文的书写简化 不仅很快决定了汉字的发展方向 也决定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 从甲骨文开始的文字书写 居试变 实用性成为了主要的目的 书写带来了形体的改变 也促进了书体的演进 3.文字的书写 一方面把象形图画的外部轮廓 用线条加以概括 另一方面 在内部将图画性的平图或填实 用单纯的线条或排列或交叉加以提炼 是汉字线性结构化 以线性结构为依据的汉字 不再迷恋于分繁的外形 而转求于内在纯粹的空间建构 由此 中国的书法艺术虽造译自然 但又不简单的模仿自然 它以简欲凡 以少概多 在内在的意向上与理法上 与自然相沟通 同时也融入了人的观念理想 天际星象 了不可分 四 书题眼镜与文化的发展是相伴发生的 在这一进程中 规范性约定与潦草性灰韵 又是不断交替的 规范性产生于某个阶段 而潦草性灰韵 则是随时发生 文字的运用与发挥 造成了对前一次规范的偏离 当造成共识上的混乱时 就开始下一次的规范与约定 此时书题也就发生了变化 五 文字运用于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地域 也将形成不同的书题与书封 文字的书写与印刷不同 书写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每位书写者的每一次灵光乍现 他们的情感 情绪的微蓝 以及想象的自由畅达 都可能投射到他们的鼻底万下 在共欲共知的前提下 投放下每个独特新活的心灵波动 他们的总和构成了中国书法 独特性和民族性